零双剑很奇怪 他自己在动 好像自己要出来似的 那你把他拿出来看看 燕藏风火化赛化陀夫妇之际 凌双剑竟然发挥神奇效用 吸走了柴堆中的熊熊烈虎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原来就在昨晚 鸟如神用逍遥狼的性命控制无星 让无星杀死了赛化陀夫妇 燕藏风本想用凌双剑救治 却发现凌双剑也无能为力 鸟如神为了万无一失 提出将赛化陀夫妇的尸体火化 以免毒气扩散祸害无辜 燕藏风认为言之有理 带着刘依一两人前去准备木柴 将鸟如神留在了房间 鸟如神剑四下无人 索性对着赛化陀夫妇的尸体 说出了真相 是不是在想无星为什么要杀你 猜对了吗 没错 就是我让无星这么去做的 而我就是 藏银宝的大当家 鸟如神先是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紧接着说出来到驻剑城的目的 就是为了杀死所有人 等燕藏风和人迁行拿到星剑和魔剑之后 他就会设计杀死除两人之外的所有人 而之所以这么早对赛化陀两人下手 都是因为赛化陀多管闲事 发现了他梦幻无极的秘密 他不得不杀人灭口 次日清晨 燕藏风和逍遥狼搬来怒柴 准备将赛化陀夫妇火化 逍遥狼的手里拿着火把 心中万分的愧疚 说到底无星是他的妻子 他发誓会找到无星 将无星带到赛化陀夫妇的坟前下跪认错 随着火把落下 柴堆瞬间被点燃 熊熊烈火环绕在赛化陀夫妇的四周 即将吞噬两人的尸体 正当燕藏风伤心不已之际 凌双剑发生一变 不停地抖动了起来 像是想要冲出剑壳 燕藏风在刘依依的剑下 将凌双剑给拔了出来 凌双剑顿时散发出金色光芒 竟然吞噬起了柴堆中的烈火 让赛化陀夫妇的尸体得以幸存 这一幕让场中众人无比震撼 好奇凌双剑为何会吸收烈焰 鸟如神迫切想要找到魔剑 要掩藏风赶快前往烈焰熔岩 试试能否让魔剑出世 至于赛化陀夫妇的遗体 就交给逍遥狼来处理 谁知三人刚刚准备出发 鸟如神就察觉暗中有人 于是找了一个理由 打发燕藏风和刘依依先行前往烈焰熔岩 而他自己则是在两人离开后 叫出了暗中躲藏的吴星 逍遥狼见到吴星特别激动 质问吴星为何要杀死赛化陀夫妇 可鸟如神就在一旁 吴星若是说出真相 鸟如神定然会杀了逍遥狼灭口 因此吴星只能欺骗逍遥狼 谎称自己投靠了关玉天 赛化陀无意中发现了这件事 他迫不得已只能痛下杀手 吴星奉劝逍遥狼投靠关玉天 这可把逍遥狼气得不轻 他本来以为吴星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 才会杀了赛化陀夫妇 没想到吴星竟然是贪生怕死 为了一己之私不惜伤害他人 鸟如神在一旁看热闹不嫌事大 开始诱导逍遥狼杀了吴星 鸟如神越是这样说 逍遥狼就越是激动 他认为自己不能为了私情放走吴星 必须要杀了吴星替赛化陀夫妇报仇 吴星有苦说不出 与其一直受鸟如神的控制 不如死在逍遥狼的手上 初言要逍遥狼杀了他 现在哥哥 你别怕 你快动手啊 吴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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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